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特别酱民带来的试图接受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简单欢乐的 多人对抗游戏叫这个出包袜尸 它讲的是一群出出茅庐的小袜尸 咒语还没有念熟 但是就想迫不及待的进行一场比试 那么咱们不说那么多 直接来看一下游戏的玩法 先来看一下游戏里的配件 首先一个游戏的主要版图 右边的数字1到8用来计分的 然后中间这个1到8的数字呢 每个数字对应有它自己数字的格数 像这个1 它有一格 二有两格 这个是用来放这个释放过的 这个魔法石的位置的 然后这里呢 是有应该是36个魔法石 就是1加到8嘛 应该有36个 然后这边有5张这个魔法书 因为这个游戏是支持2到5个人玩 所以它有5张魔法书 好 这边有一个骰子 骰子是一个六面骰 但是它是只有1到3 三个数字 每一个数字都是两面 好 然后以及 5个角色的token 每个是各六个 代表的是这个角色的生命值 以及它们的计分token 这个小木块计分用的 好 那么配件说完了 咱们来说一下怎么设置这个游戏 首先呢 咱们先决定是有几位玩家 这个教学局呢 我就假设有三位玩家好了 三位玩家 那么这三 这个 这两位玩家咱们就不需要用 本局就可以给它移出去 放一边 好 剩下的三位玩家呢 把自己的计分token呢 放在这个1前面的位置 代表0 然后 每位玩家呢 把自己的这个小token 放在自己面前 代表本局当中的自己的血量 好 骰子放一边就可以了 大家围成这个一个圈来做 好 三个人 然后呢 一人发一本这个摩瓦书 老手其实就不用发了 这个主要作用是提醒你每个 法术的效果 好 一人发一本 剩下的两张暂时用不上 好 然后把这些摩瓦石洗混 洗混 我这里已经洗过了 就跟洗麻将一样捏了洗混 洗混以后呢 一人呢 面前背对自己摆五个 随机摆 就说自己是看不见这五个 文化石具体的内容的 你只能看见别的人的 只能看见别的人 如果这个 怎么说呢 你玩过那个达文奇密码的话 这个就是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 好 随机抽五张 每个人摆自己的就可以了 这点要公平 不要看见自己的这个 文化石 好 那么 每个人抽完五张以后呢 根据你的这个游戏人数呢 再来进行一轮设置 如果你是四到五个人玩呢 那么剩下的这些 没有用的文化石呢 就算这个 文化石酷 一会儿可能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作用 如果说你是两个人玩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再从这个文化石酷里面 拿出十二个 随机拿 随机拿 然后按 他的这个编号 摆到这个 对应的这个 已经释放过的 这个板块的位置上 如果你是 三个人玩的话呢 就是要拿六个 要拿六个放在这 那么在 在圣诞里面 如果是四到五个人 四到五个人玩的话呢 这时候已经设置好了 游戏就可以开始了 那么咱们本局 由于是三个人 所以咱们需要在 随机拿六个 这个 模化石 作为已经使用过的 模化石 放在它对应的位置上 好 那现在只有两个漆 有两个漆 咱们给摆上 它这个是 就是说 相当于 帮助人数少的时候呢 玩家 尽量不会去乱猜 因为人数少的话 如果你不给一些提醒的话 玩家可能就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玩的 好 说到猜呢 这其实就说到这个游戏来 怎么玩了 举例啊 假如咱们这一轮呢 以这个黄色玩家为 七十玩家 好 那它呢 需要先观察一下 这个已经使用过的 魔法都有哪些 然后呢 再看一看 别人的这个 都有什么魔法 然后呢 它决定呢 来释放自己的咒语 那咒语一共是有 一到八个啊 那假如说 这里面啊 我随机喊一个 我喊一个 啊 五号啊 闪电暴风雨 啊 这个时候呢 它右手边的玩家呢 帮它去确认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啊 这个咒语就释放成功了 那这里假如说 我是它右边这个玩家 啊 我看一下 哎 好 有这个闪电暴风雨啊 然后呢 右边这位玩家 就帮它 拿掉这个咒语啊 这个魔法放到它释放完的位置 然后来结算它上面特效 那五号闪电暴风雨的特效 哎 在这里面有啊 这个具体的每个特效 一会儿咱们再说 这里面就牵涉它啊 就是说这个 呃 使你的左右两个玩家 各掉一点血 好 那因为咒语释放成功了吗 那他俩就各扣一点血 啊 啊 那要注意了 部分魔法是可以回血的 但是你的血的上限永远是6啊 因为你只有6个token 你不能超过这上限 好 那么这个黄色玩家 当前咒语就释放成功了 如果它释放成功了 它有两个选择 要么继续猜啊 继续猜这个咒语啊 但是如果你继续猜的话 你就不能想猜哪个就猜哪个了 你至少要猜啊 这个数字和刚才一样的这个咒语 就是说 刚才他猜的这个5号暴风雨嘛 所以他如果决定再猜的话 他只能猜 5号 6号 7号 或8号啊 他不能猜1到4号 或者呢 你也可以说啊 我不猜了 轮到下一个玩家 那假如说 尤其是顺时针进行 他说啊 这里面这个黄色玩家说 那我不猜了啊 下一位玩家啊 到你了 好 那到绿色玩家 绿色玩家 同样呢 他看了看这两个玩家 以及中间释放过的这个 这个这个牌啊 他说那我猜一个 这个啊 4号猫头鹰 然后呢 黄色玩家 作为他右手边玩家 帮他看一下 这里面为什么要规定 就是说 让右手的玩家帮他看啊 是避免就是 有好多个人都帮你看 然后你呢 有两个啊 或两个以上的这种牌 然后双方去 拿不同的牌帮你啊 这样相当于 一切都暴露了 你就知道自己有什么牌了啊 所以这边 游戏说明书上规定 是右手边的玩家帮你看 好 他说4号猫头鹰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绿色呢 没有这个猫头鹰啊 所以黄色玩家 跟绿色玩家说 你没有猫头鹰 你猜错了 好 这种情况下 绿色玩家 由于猜错了 他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 扣血 然后结束他的回合 轮到这个 下一个玩家 粉色玩家啊 扣血 把自己的血 扔一滴 那么 整个游戏呢 就是这样进行啊 就是这样进行 然后 说到扣血呢 是其实有点区别的 假如说你猜的是 这个2号到8号啊 猜的是这7张卡 如果你猜错 比如说你猜2号 然后你没有2号啊 或者你猜7号 你并没有7号 这种情况下 你只扣一点血 如果说你猜的是1号 这个叫古代巨龙 如果你猜的是1号 古代巨龙 然后你并没有古代巨龙 导致你扣血 那你需要去投这个骰子 去投这个骰子 然后投到几 你扣几点 比如说 你投到1 那你就跟正常一样扣一点 如果你投到是2 那你需要扣两点血 这点要注意 这就是扣血的一个小区别 好 游戏就这样按顺序剧情 到了自己的回合就猜 猜对了 你必须猜 你如果没猜的情况下 你不能说我不猜了到下一个人 就是你必须至少猜一次 如果猜错了 就强制到下一个人 如果猜对了的话 你可以选择继续猜 还是让下一个人猜 结束你的回合 那么游戏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说 当出现你下几种情况的时候 这个游戏会本轮结束 就是说 比如说 比如说黄色玩家 现在只剩一点血了 然后轮到他的回合 他猜魔法 然后他又猜错了 导致他自己最后一点血 也损失掉了 自爆 自爆这叫 这种情况下呢 他是本回合的 唯一一个失败玩家 然后并且本回合没有获胜玩家 那么其他玩家 其他还活着的玩家 各得一分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黄色 他在这 他自己没有分 这个绿色和粉色玩家 各得一分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 还以黄色玩家举例 他比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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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如说在本回合当中 先猜对了一个 好 然后又猜了一个 又猜了一个 依次类推 然后可能又过了两回合 他又把剩下两个猜对了 也就是说 在没有任何人死亡的情况下 他把他自己的摩瓦石 全部猜对 释放成功 摆到中间 这种情况下 相当于是 他是唯一一个获胜玩家 那么呢 他得两分 这种情况下 就是他往前走两步 剩下的 存活的玩家呢 叫幸存者 同样是各得一分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假如说 还是这个黄色玩家 黄色玩家 他在没有释放完 这个自己的技能的情况下 但是比如说 他最后释放了一个 这个火球术 火球术 然后这个时候呢 粉色玩家 他只有一点血了 假如说 因为他成功释放这个火球术 火球术的效果是 对右手玩家 这个造成一点伤害 导致这个粉色玩家 被他打死了 他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咱们黄色玩家呢 仍然是这个获胜者 所以他加两分 然后绿色玩家呢 他是幸存者 就是他既没赢也没输 所以他加一分 然后这个粉色玩家呢 由于他被打死了 他是唯一的一个失败玩家 所以他不加分 总之呢 就是说这个游戏 你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获胜者加两分 幸存者加一分 然后失败的玩家 不加分就可以了 然后那当任何一个玩家 达到八分时 他就是这个游戏的 这个获胜玩家 就是说一轮进行完了 然后大家需要把这些牌啊 混到一起重新洗 重新洗 然后呢 再进行新的一轮 然后说到这个季分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卡牌 是这个四号 这个四号就是说 假如在这个游戏 本回合结束的时候 你手里没有一张 这个猫头鹰四号 四号牌 所带来的那张牌 或者说你就理解为 你每成功释放一次猫头鹰 并且你没有死 你不是那个输的玩家 就是无论你是那个获胜玩家 还是那个幸存玩家 都可以 只要你活着 你就可以额外加一份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牵扯到 这个四号猫头鹰卡牌的效果 所以我等过一会儿 再来仔细来讲这个事情 好 现在呢 咱们最后来说一下 这八个魔法都是什么效果 首先一号 古代巨龙 古代巨龙呢 就是说你喊古代巨龙 如果说你猜错的话 就像我刚才举例 你需要甩甩子 甩子甩到极 你扣几滴血 而不是扣一滴 如果你猜对了 你有这个古代巨龙 并且成功释放 那么就是同样是甩甩子 所有玩家除了你以外 所有玩家除了你以外 全部扣骰子数量上的血 非常强大一张卡 所以它也只有一张数字一 好 第二个黑暗幽灵 黑暗幽灵是说呢 所有其他玩家呢 扣一点血 然后呢 你获得一点血 那当然了 不能超过你的这个血量上限六点 好 第三个甜蜜的梦 甜蜜的梦 甜蜜的梦是说呢 你也是投这个六面骰 然后呢 你获得这个 你恢复这个血量的 等同于投的这个结果 就是你投了三 那你就回三点 然后你投了二 你就回两点 一策一策 但是你同样的 不能超过血量上限六 好 然后第四个猫头鹰 猫头鹰是说呢 你可以看一个 魔法石库里的牌 偷偷的 然后并且把它放在一旁 就是我刚才说 它会带来一张牌 这里要注意了 你不能看这个 已经释放的这些牌 其实这也没有用嘛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偷偷的看一张 如果你成功释放这个猫头鹰 然后呢 相当于你自己知道了 相当于你 比别人 多知道一个就是 废牌嘛 相当于是 多一个排除概率的这个几率 然后你就放在一旁 这样扣着就行了 它并不会变成你新的猫头鹰 你并不需要去猜的 而且只有你知道的是什么 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最后 本回合结束算分的时候 如果你活着 不管你是获胜玩家 还是这个幸存者 只要你活着 你没有一个猫头鹰 带来的这个牌 你就额外加一分 好 第五个 闪电暴风雨 你的左右两个玩家 各扣一点血 这都很好理解 第六个 这个暴风雪 暴风雪就是说 你左边的玩家 扣一点血 第七个 火球术 火球术就是你右边的玩家 扣一点血 好 最后一个 魔法药水 魔法药水就是你 回一点血 那回血还是刚才那个条件 你不能超过六点 好 那么这个游戏就全部介绍完了 总的来说 这个游戏非常轻松 并且欢乐 而且这个卡牌的这个画风 我个人非常喜欢 非常萌 强烈推荐给喜欢这个聚会类游戏 或者 各位喜欢青策略桌游的 这个妹子来玩 好 那这期视频 我就到这 谢谢大家看 欢迎大家 在永远利用的视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